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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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纳哥打破 耶嘿嘿 阿波纳我又跳出 有啊我再丢我出来 我操 同志们 7.2再做两期就要完结了 上期我们把北帝国打下来了 接下来就打掉南帝国和库塞特 咱们也就一统江山了 原本是想绝取打南帝国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阿塞兰啊 跟小强一样太顽强了 一刻没注意就把两座大城打回去了 所以我是又回来把城池收复了 顺便再清理一下他们的小城堡 避免他们又究极复发 啊不对是卷土同来啊 不绝间呢也做了40多期了 但是好像并没有教大家什么使用的东西啊 刚好现在在工程 那就教新人一些工程的小技巧吧 摆放的抛石机啊是可以收的 等四台起造好 然后一起摆出来啊 这样效率就会搞很多 工程呢也不一定是要人比对方多啊 F6让系统指挥呢也不一定是好事 有时候自己指挥才会让收益最大损失最小 就比如已经用抛石机 把对面的手承器也打掉了 又像我现在这样 对方只造了一台投资车 甚至是两台的情况下 我们灵活不振啊是可以规避伤害的 新战场先看对方投资车在哪 在这儿 云体下面 那我们就将射手啊分成最简单的两队 分别布置在城墙两侧 把步兵都安排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让射手先输出 这绝对就要比F6使用的多 对面民兵居多是不可能射得过你的 这看差不多了就能体体冲锋了 对面住进都被射完了 剩下一些民兵啊一撑就烂 刚好我们这边打完 那边军团啊也把南帝国给打没了 那我就进攻库塞特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火队攻城战 看听看还剩一台 问题不大 进攻 进来直接让射手摆散阵 布置在两侧的云梯下面 因为敌方助军啊会在这里集合防守 让步兵进入安全的位置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就对射手阵型啊进行微调 最大化他们的输出 正常让系统攻城霸主难度下啊 500打600是赢不了的 看看我们自己操作 能不能赢 战损会是多少 攻城打刚大城下对面啊就快掉了一半人了 而且我的射手也不是全八弓 什么货色都有 所以啊也不是射手配置 拿来就能用 我们的士兵已经上城墙了 这时候攻击手已经没啥用了 直接全力冲锋 进重打 可以看到对方就成了军兵射手了 一刀一个非常好对护 最后再看一下战损 有了有用的兄弟啊 一个三连支持一下 下期也就是最后一期 咱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变了 我们这段时间有什么事